各个钟朋友晚安 一开始要先提醒大家有寒流报道了 今年入冬以来第一波寒流就要开始影响台湾了 提醒大家明天后天外出 一定要记得把最保暖的衣服给穿上 小心感冒着凉咯 好 先从微信图上面来看了 其实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有一波封面云系悄悄地通过北台湾的上空了 所以其实在北部东半部以及中部山区 都有一些些下雨的情况发生 不过这波封面水汽不多 而且走得非常的快 目前已经远离台湾了 紧接着就是干空气接手 所以在今天白天 很多地方还是可以见到阳光 天气算是稳定也比较温暖一点点 不过从今天晚上开始 寒流就要报道了 寒流正在逐渐地逐步接近台湾 而这波寒流同样的也是属于干冷的空气 水气量是不多的 所以其实降雨的情况 在未来这几天都不明显 就只有在银封面的东北角区域 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而已 从未来的降雨分布图就可以看到了 全台各地几乎在礼拜天之前 都是不会下雨 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不过在东北季风 迎封面的东北角区域 北部山区 还是有一点点飘雨的机会 不过就算下雨 时间都不长 雨是也都不大 整体来说 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算是稳定的 而且见到阳光的几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其实不下雨 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气温骤降的部分了 我们先从这个东北季风来看 目前的东北季风正在逐步的增强当中 把冷空气直接的带到台湾来 不过除了冷空气带到台湾来之外 也会带来一些中国沿岸的污染物 所以这个空气品质状况 在明天来说 恐怕又要转叉了 所以提醒容易呼吸道敏感 容易气喘顾敏的患者 在明天外出 最好是戴上口罩再出门了 好 进一步来看一下气温的部分了 寒流预计明天开始影响台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礼拜四的清晨跟晚上 低温就已经降到了只有10度 11度了 到了礼拜五 更冷 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气温来到了10度 甚至在空旷地区 有机会来到10度以下的低温 所以提醒大家了 这波寒流会从现在开始 影响台湾到礼拜五的清晨 所以这两天 明天后天 一定要记得多加注意保暖了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因为水气不多 未来这几天 北部地区都还是一个 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形态 有阳光中午就比较没这么冷了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了 这个寒流 虽然清晨跟晚上 低温只有10度11度 但是中午的高温 却有机会来到16度到18度左右 算是比较舒适的气温 到了礼拜六礼拜天 冷空气减弱之后 高温的部分 更可以回升到20度以上 所以大家这两天要注意的是 清晨跟晚上 外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保暖 特别是早起外出活动 或者是上班上课的民众 一定要多加留意 这波寒流带来的低温状况了 好 再来看一下南部的部分 南部同样的也是 是属于这种日夜温差 比较大一点点 早上跟晚上也是很冷 就连南部地区 也会受到寒流的影响 低温是来到了只有11 12度左右 同样的也是非常的寒冷 冷嗖嗖的天气形态 不过中午的烤温 却可以回升到20度左右 未来这几天 其实都是属于这种 日夜温差比较大 早晚比较冷的感觉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日夜温差大 其实对身体来说 也是一种负荷的 特别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这几天也要记得 早出晚关注意保暖了 好 最后给大家一点 敌你跟建议了 目前这波寒流 正在逐步的接近台湾当中 从今天晚上开始 气温就会像六滑梯一样往下滑 最冷的时间点 是落在礼拜四到礼拜五的 清晨这段时间 空旷地区有机会来到8度 而中南部地区 也有机会来到10度 11度左右的低温 大家要多加注意保暖了 而白天还是有阳光的 所以这波寒流 是属于日夜温差大 早晚冷中午 舒适的这种天气形态 而这波寒流是属于干冷的 所以湿度蛮低的 容易皮肤干痒的民众 就要记得多加注意保湿了 同时也要多加留意 东北季风增强 空气品质状况会稍微差一点点 一定要多加留意身体的健康状况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